今天下載Benson's Review Columbia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在2000年有一個很震撼的研究 就是無論買果醬、朱古力 還是做額外的功課 選擇多或少 是會大大影響 人客和學生的 去不去購買或做功課 其實多或少 是會對做生意更好呢? 為什麼下來拍片說生意理論 因為我經常覺得做生意 就是做一些市場有需求 見真的對手不做 但自己有懂得做的事 說真的有哪個香港的業主 會走到租客那裏幫他宣傳 有講完一大抽的理論 再幫他在社交媒體周圍宣傳 令他希望生意更多 所以我經常覺得 其他業主不做 我做 王國十二家 我們的租客 王國海鮮菜館 先看看餐牌 Ellen 在這個餐牌 看到 蟹 賴尿蝦 龍蝦 貴殼 鮮魚 小菜 就是板子 選擇不太多 為什麼呢 來解釋一下 因為我曾經做餐飲食時 試過二百多道菜 以前的餐廳是二百多道菜 發覺客人怎樣餐就很困難 而且選擇食材也很大 後來我們由二百多道菜 一邊縮百多道菜 到縮到幾十道菜 反而生意壓好了 毛利率高了 海鮮也是下進去 魚蝦蟹配合 讓我先教一下 我聽到你現在要主打幾道菜 先說主打哪幾道菜 如果是蟹 我們就是招牌避風塘炒蟹 我們有兩個系列 一個是避風塘系列 一個是黑白胡椒系列 我吃東西是白癡 總之打開餐牌的時候 最大幅想的我就叫那個 我們還有一個口味的 薑蔥陳村粉炒蟹 料蝦就焦鹽辣料蝦 我們招牌 當然可以做避風塘 清蒸 我們用澳洲龍蝦 做白胡椒龍蝦粉絲煲招牌菜 一樣可以做黑胡椒 芝士傳統上湯的做法 比較一下 現在主打蟹龍蝦 賴尿蝦 以前我聽你的經驗 二百多款菜 相比底下 現在主打幾款菜式 或者以前二百多款菜 從人客的選擇 沒有難選擇 或者跟成本效應如何去控制 還有做出來 好不好味 新不新鮮 可以比善一下 當你縮減到最精的產品的時候 你的食材選擇又小 員工廚師操作也好 產品越少就越好 越少成本降低 員工同事們出品就越精 人家吃東西就越開心 更好就回來回答 生意也要賺錢 其實你這個理念的時候 不單止做一個餐飲菜館 做一個超級市場的時候 很多年前也曾經有一個研究 說理念 差不多 跟你出去說吧 其實賣小菜 賣龍蝦海鮮 或者教一些超級市場 都是同樣道理 為甚麼 看回Stanford University 和Columbia University 在2000年 在超級市場做了一個研究 先買龍蝦海鮮吧 發現原來 那些人吃果醬 當然很想試味 就看看放少一點的款式 跟多一點的款式 哪些人會停低 試味多些 最重要是買東西多些 你嘗試找兩個不同的星期六的時候 在超級市場 嘗試買出6款 或者24款的果章 給客人任試 而兼再給他1元美金的Q幅 就跟他說 如果你買的話 就馬上1元美金 可以省下 放6款 放24款的時候 哪個停低多些 哪個買東西多些 就發現 如果放24款在這裡 停低的人多了 有242個客 經過當中 有6成的客人 都會停低市味 平均試了1.5款 放6款在這裡 停低市味的 就會有6成 跌到4成 德國 260個客人經過 就有104個停低市場 而試呢 只是試1.3百款而已 但最重要是買東西 收到1元的Q幅 美金之後的時候 就發現 原來 24款選擇的人 當中只有3% 不是那些 6款選擇呢 就升至30% 高了10倍 為甚麼呢 嘗試為甚麼 我不知道 可能少些選擇 比較容易 啊 三大原因 哪吃哪講 1.就是發現 6款擺出來 24款擺出來 24款 這麼多款擺出來 很極有的譜 當然6款擺出來的時候 專門有個人 想不理的話 你6款 才是好東西 人們購買意欲 會提升 第二的時候 人們會覺得 一樣東西都是一個 機會成本 就是你選擇一件 你就不能選擇其他東西 24樣東西 我選擇一樣 我就感覺 23樣失去了 6樣東西 選擇一樣 都是一個五樣失去 但另外五個口味 可能苦一點 甜點的那種水果味 我都不喜歡 所以這個小一點的選擇 他覺得機會成本低了的時候 損失少了 他便會購買 不是三 超級市場 就像沙餐廳一樣 你經過的話 餐廳門口很快 你就要選擇 進去定不進去 超級市場 一模一樣 都是停下 停不停下 試味定不試味 雖然又不得去試 但有些人都會試一款 兩款 不可能是試足24隻味 他便會覺得 嘩 如果沒有幾隻味 馬上要購買24款 他便會覺得 另外23款 他都想試買 明天回來 後天回來 但如果只有6款 試一兩隻 便立刻決定去買 嗯 七八成 大概都知道他在說什麼 但 都挺專業 很專業 知道嗎 很多時候 叫做Less is More 其實和你理念 是一模一樣的 三大主菜 好過二百多款給人選 介紹一下 大家都是幾款海鮮 例如蟹 我們是避風堂蟹 有黑胡椒做法 這個也是我們的招牌菜 是一個澳洲龍蝦 做一個白胡椒粉絲煲 這個是椒鹽辣尿蝦 我們大概是一斤三頭的 奶尿蝦 可以做一開二一開三 這個是椒鹽很入味 我覺得如果給我女兒 她們最喜歡吃奶尿蝦 總之誰最好一點 今天不是給她吃奶尿蝦 差點就是給她吃龍蝦 龍蝦通常最少人喜歡吃 二百多款菜 現在三大主打 其實做生意也很明白 因為叫做Value State 聽過沒有 未聽過 待會和你下集再解釋 做了一個盛匯之友 看你的粉絲的時候 想又吃又拿又學到東西 有什麼好處看這條片 我們有六小福前菜 還有炒蝦 如果是盛匯之友來 光顧看每條片 我就送蝦 送蝦 或者是兩個六小福 二選一 有的 例如Less is More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還有她剛才說 客人對一些產品 或者他們的消費 原因 其實是說了一個客人 為何來這間店的原因 有說到 理論又分析到 有幫助的 王國海鮮賽館 Less is More 成會之友 快點來光顧吧 乾杯 開飯 大家好 又回到王國小義家 王國海鮮賽館這裡 Alan 上集問到你 什麼叫做Value State 其實看到面前的時候 有三大主打 和Value State的概念 都很相似 根據這個哈佛教授 Felix Obald G 他說 原來人客的價值 和價值 和價錢 是很不同的 有什麼分別 不是很清楚 用來這三大主打名菜 就知道 先介紹一下你的名菜 我們三大主打 海鮮 有蟹 有避風塘蟹 新加坡黑胡椒 這是我們其中一個招牌菜 白胡椒龍蝦粉絲風 這個是招牌料蝦 我們三個主題 從Value State的層面 有幾個層次 很重要 你要明白 最高的 Winness to Pay 就是人客願意付出多少錢 就是人客的Value價值 二就是 Charge的價錢 Price 是多少錢 收的價錢 如果它的Winness to Pay 它的Value是高於Price 這個叫做Customer Delight 他開心的 我們繼續回來幫忙 介紹朋友 價錢和成本 Cost 就是Firm's Margin 就是公司也要賺錢 Cost以下 就是這個叫做 Winness to Sell 就是供應商 是最低的錢 願意供貨給你 或者工作 這裡中間 就是 Supplier Surplus 整條Value State 我們就嘗試用這碟牌 去解釋 看完都不明白 再看再看 再看你跟興的生意哲學 買一本書 網上就不知道多少千條片 多少百條片 說一些生意理論 說一些商譜 由早到晚說 一千明看兩字 三百 四百 五百條片 看完一本書就明白了 先說這碟牌 多少錢 598元 598元 你想一想 其實人客來買這碟牌 說到598元 就是這個Price的價錢 598元的價錢 其實他買了這碟牌 原因是他覺得好吃 新鮮 大碟 位置在旺角 不用回家吃 他願意給價錢 是高於598元 這個就是他的Winners Coupé 他愈願意給高錢的時候 可能是988元 或者是1988元的時候 他發覺這個叫客人 愈喜歡 愈大 差額的話 他愈回來 滿意的程度就愈大 因為他說的背後就是 那個價錢 那個價錢 其實跟 我不懂他說 但是我的理解是 客人心目中有他的價值 但是那個價錢 是否撕到他的價值呢 如果他覺得撕到 他便會重複幫襯 撕不到他心目中的價值 他便來幫襯一次 便不會再幫襯 再下來 炒得這碟牌的時候 那價錢是多少錢 成本是多少錢 接近300元左右 接近300元 當一半 你發覺這個價錢的時候 你公司也要賺錢 賣598元 接近300元 即是賺300元 也要出人工 交租 另外供應商也要交租 所以 再下去的時候 成本是300元 下面又叫做 release to sell 舉個例子 你弄了一碟牌出來的時候 廚師便要炒一碟牌出來 平均一個海鮮菜館廚師幾錢 普通海鮮菜館有2萬多 接近300元 我們也超過300元 當成300元 當成300元 其實這個廚師 就是你給他的價錢 價錢就是300元 但其實 說真的 為甚麼他可能 他有個例子 不要說300元 29000、28000、27000 他都可能會繼續在這裏 在這裏 你給超過30000元 他都會離開 但說一下 為甚麼員工在這裏 要在你這裏做 那些大財團連鎖店 你又怎樣留意 我們這裏 小店 溫馨一點 即是一家人 有聊有講 都拍檔很多年 所以 大家有感情 有默契 所以看看 其實從這些炒蟹來說 整條價值 目的 是主打幾款的菜 而不是做200多款的話 味道好味一點 新鮮一點 質素控制得好一點的時候 自然人客滿意程度高一點 為甚麼呢 因為他Winness to be 好吃 高一點 高的 高過598元 你收他的價錢 有個customer delight 在這裏 就繼續回來光顧 但你入貨的時候 的成本是300元 為甚麼員工會繼續中心做 做很多年 可能是一家人的感覺 彈性大一點 所以你嘗試 你會將員工的goinness to sell 亦都降低的時候 有個叫做subscribe 的service 在這裏 人手穩定 忠誠程度高的時候 整間公司的顏色 就賺錢了 嗯 過了一大堆東西的時候 就知道 做得勝會之有 做甚麼你跟LingFans 通常都是想有吃有力 又學到東西 有甚麼好處 先看這條影片 如果來幫襯 看過Edward這條影片 就送一碟片 或者我們錄小福 選兩款 二選一 好 快點來幫襯